这次回北延 她知道短时间内 不会去冬月 便把她的侍女都带了过来 毕竟去哪里都被人鄙夷 觉得你连个下人都没有 是一件让人觉得 极不舒服的事情 虽然她知道袁天野 也会给她准备下人 但不是自己用惯的人 总是不好 而她所买的下人 有很多是她准备培养为 大管事的人 所以保留了她们原先的姓名 但随身的侍女 叫些乡土气的名字 跟那些闺女交往的时候 容易被人笑话 说你没有文化 所以除了云山的名字不错 不必改之外 还有三位 她分别以药材来命名 换作白威 黄林 紫苏 云山应了一声 便换了另外三人 将行李搬了进来 屋子早已打扫过了 干干净净 家具都是一应俱全 只要把行李放置妥当 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院子 其他地方都安排了下人 厨子 小丝 婆子 都是我让人挑选的 一切以你为主 不会再有以前那种事 你放心使用就好了 袁天野到 林小竹在院子里的石凳上 坐了下来 抬头到 天野 我想自己买个院子 你让人去帮我找找吧 袁天野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到 行 也不用另找地方了 就这里吧 连下人一起 照着市价一起卖给你 你要是银子不凑手 先欠着也行 林小竹没有想到 袁天野会答应得如此痛快 仰着头看着他 微微有些正冷 袁天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握住了他的手 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心气极高的人 将心比心 我明白你的想法 如果我真的是如那天 跟你所说的那般 残废了 一无所有了 我也不希望你把什么都给我 怜悯我 同情我 对我来说 比杀了还难受 林小竹反握住他的手 没有说话 但脸上却露出了欣然的微笑 他忽然倾心袁天野 有了那么一段经历 如果不是从天上 被打落到了泥潭里面 如蝼蚁的从地底下 仰着头 换了一个角度 观看这个世界 他不会明白他的想法 清楚他的心情 他们之间 也不会有今天这般契合 那你明天让张管家来找我吧 如果银子不够 我就打个欠条 他又拉了拉 袁天野的手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回去吧 一路风尘 下车他就想洗澡了 只是刚才在一王府不方便 现在到了自己的地盘 他要好好地洗个澡 再香香地睡一觉 嗯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我再来看你 袁天野站起来 有了那次试探 他从心底里更加地敬重着林小竹 不愿意让她的声誉 受到一丝诟病 所以一路上 虽然有耳病思磨中 会有冲动 但他却是一直 抑制着自己 他从来不让自己 对林小竹 做出失礼的事来 他要在成亲的时候 郑重地让林小竹 成为他的女人 而不是随随便便 做出轻薄的事来 当然他也明白 就算他要做 林小竹也绝不答应 将袁天野送出门去 林小竹回到了屋子里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这才将所有的下人给找来 了解他们的情况 又询问他们 是否愿意卖身于他 这些下人 都是受过 袁天野的训练的 各有各的本事 在到这里之前 袁林便是把情况 跟他们说清楚了 说是要来伺候 未来的一王妃的 所以一见林小竹 他们便知道了 他的身份 自然没有不愿意的 处理完这件事 林小竹才安心睡下 第二天一早 袁天野就过来了 他是来吃早饭的 虽然他心疼林小竹 说不让林小竹亲自下厨 但架不住林小竹自己喜欢 愿意给他做饭吃 他又是一百个愿意 吃林小竹做的饭 于是现在 准备一餐也不肯落下 连早饭都要过来吃了 天野 林小竹吃完 将筷子放下 接过紫苏递过来的手帕 抹了抹嘴 看着袁天野轻声道 你看 我要不要去见一见 你的父皇和母后 虽然袁之百夫妇曾伤过 袁天野的心 袁天野心寒之余 心里总还是顾念着这份亲情 从袁之百病重 他日以继夜地从南海国 赶回来就知道了 所以他想着 自己既然回到了北焰 不久之后 又要跟袁天野成亲 照理说 就应该去拜见一下他的父母 这样才不算失礼 袁天野将筷子放下 抹了抹嘴 道 不用 见林小竹 诧异地看着他 又解释道 这是老爷子交代的 他说一切 等你参加完比赛后再说 林小竹不解地 挑了一下眉 大概他是想让你专心比赛 不让其他的事情影响你吧 袁天野又到 又看着林小竹 你不用担心 我父皇和母后 约束不了我们的 这亲事 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再来破坏咱们的亲事 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 照到他的脸上 使得他的五官更是立体 身躯更伟安 那充满自信和坚毅的眼睛 熠熠生光 这个男人更加地成熟 更加地强势 也更加地耀眼了 林小竹看着这样的袁天野 心夜神遥 我去处理些事情 你想去哪就去哪 回头我来找你就行 袁天野站了起来 送走袁天野 张管家便来了 拿了宅子的地契 和下人们的生气过来 说算过了 合价是一千两银子 林小竹这一阵子 在冬月租过无数的铺子 也买了宅子 知道北沿这边的物价 比起冬月来更便宜些 这宅子连下人 一千两银子虽是有些便宜 却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便让云山跟着张管家 跑了一趟 到官府去将宅子 落在了自己的名下 然后他又带了白威和紫苏 乘马车去了御转斋和火锅店 在回北沿的路上的时候 他便听袁天野说了 这两处的买卖一直做着 生意还不错 虽然他的酒楼 现在开遍了薛园潮各地 但对于这两处最初赚钱的地方 他还是极有感情的 林姑娘 郁转斋还是周掌柜在打理 见到林小竹来 十分地激动 说了一些别后的情形 介绍了店里的生意后 便捧出了几本账本来 道 姑娘 咱们的生意一直挺好的 您看看账本吧 说完又拿了几张银票 这是两千五百六十两 您这段时间的分红 林小竹拿着那些账本和银票 心里颇有些感慨 这段时间 他经历过多少的喜怒哀乐 就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而周掌柜这里却岁月静好 时间凝固 唯一的区别 大概就是换了一本日历 他兜兜转转 生生死死一圈下来 在他 却仿佛在昨天还见过他一般 但愿他以后的日子 能跟周掌柜一般 幸福地金属着岁月的日角 安然度日 林小竹转了一圈 回到他新买的宅子时 怀里已经踹了四千多两银票 比未买房时的身家还要丰厚了 晚上袁天也回来的时候 带回了唐明远 小竹子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这家伙还是那么没有正形 一见面就笑嘻嘻地道 好 好 宝贝 绿祝